波峰水门是火之国的第四代火影 他是险罗名人的父亲 水门拥有冷静瑞智的头脑 擅长开发改进的处 他被攻击时速度冷戒第一 被称为黄色闪光 我们来说说他的经历吧 他是木叶山人之一自来源的土地 他还是奇木卡卡西 以自波带土而原名的老师 曾经被自来源评委 十年才出一个的天才 童年的水门刚进入忍者学校的时候 他的梦想是当上火影 当时水门九星奈被带到了木叶 他和水门被命运的安排在同一个班级 水门被他的线红的头发给吸引了 发现他的头发很漂亮 而童又立即称为火影的九星奈 九星奈原本不太看好他 认为水门像个女孩子 不太靠得住 后来水门被安排在自来源的部队 自来源也蛮欣赏水门的才华 并收他为土地 水门的才华天赋 让自来源相信 他可能会成为欲言之子 有一天他会拯救世界的人 在多年后 九星奈被云人掳走时 因为 无力反抗的九星奈 留下了红色的头发作为标记 成功地让水门注意到了 他跟踪这些掉落的头发前进 水门打败了云人 解救了九星奈 并夸张 九星奈的红头发很漂亮 从此 九星奈对水门改观 认为水门是个能实现梦想的人 并爱上了他 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 后来水门被认定 有出过能力当队长时 他被认命带自己的团队 去执行任务 团队里的是 带徒 卡卡西 零 而在动画中 三代火影给了水门一个特殊任务 就是帮卡卡西带出 他对爸爸的阴影 因为卡卡西是位优秀的人者 但过于没守成规 无论分到哪一个班 都会跟前辈发生争执 他会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他爸爸对他造成的影响 所以希望水门带他出来 水门在为他的小队进行测试时 就是要教会他们 所谓的团队合作的精神 如果没有表现任何的团队精神 就判断他们不及格 但不幸的是 那时候卡卡西 根本没有想过团队合作 他只是利用带土和铃 躲起铃铛 尽管如此 他们最后还是被水门认定为及格 在第三次人界大战中 水门凭着非人生之术的 神术名正人杰 被称为黄色三光 除火之国外 各国的忍者都从上级收到这样的指令 凡遇到木月的黄色闪光 可以立即放弃人物赶紧逃跑 而且不会受到处罚 在于羽冷交战中 水门遇到了当时自然是最强组合的AB组合 羽冷村第三代雷银之子 爱 以及其异地霸维人助力 奇拉比 以速度致富的爱 无视羽冷村对待黄色闪光的命令 向水门发起挑战 在战斗中 水门依靠速度完胜爱 并长上了八维的围柱 水门称赞奇拉比的才能 并且指出 奇拉比拥有比忍者才能更加珍贵之物 以此高见爱 要及时发现该物 随后 水门随目严重人撤退 在第三次的冷戒大战时 水门带领队伍来到了战场 根据情报显示 敌人的前线已经有数千名忍者 而且敌人一直推进如此顺利 就表示 他们的后方之眼非常顺畅 由成为上人的卡卡西 带领带土他们 潜入深屋笔桥 破坏这座用于物质提供给的桥 切断敌人的炎柱机能 然后迅速撤离 而水门会直接去前线 足迹敌人 也顺便为卡卡西他们誘敌 为了清楚 当时12岁的卡卡西成为上人 水门将带有飞雷神速射的苦物 送给卡卡西做礼物 过后 身为上人的卡卡西 带领领和带土自成一队 在遭遇敌人之时 率先发动攻击 但因为没有意识到 切鸟的切旋而陷入危机 此时 水门以飞雷神之术迅速的杀死敌军的上人 救下了卡卡西 之后 为了提高效率 水门决定并奔两路 自己一人前往前线支援 身为上人的卡卡西 带领领和带土自成一队 打入敌方后方 水门独自一人来到了前线 木月忍者死圣不多 水门告诉活着的人 把下了咒晕的苦物 踢往敌人的方向 接着 便是水门用飞雷神 拼一笔之力 击败了敌军 另一边没那么幸运 卡卡西遇险 水门再次以飞雷神 救下卡卡西 打倒了敌军 并得着了带土的死讯 之后水门带领卡卡西和林 一起摧毁了深入笔桥 由此奠定了 木月在第三次 人家大战的胜利 而在动画中 严谨成孤注一职 头以前级的忍者 发动袭击 但这个计划 却因为黄色赏黄一人 而遭受冲创 最后原影 维尔签下了和平条约 结束了这场战斗 第三次 人家大战终于结束 为了对在战争中 牺牲的木月忍者负责 同时比于 木月高层的压力 三代火影 主动持续了火影之位 凭借在第三次 人家大战中 出色的表现和出众的实力 在成德火之国 大免的意志统一之后 水门成了火之国 木月忍者成了第四代火影 成了火影之后 他亲自将飞雷神之术 传说给火影部位小队 以便他们以后 可以任何时候的 为火影服务 但是他们没有水门那么厉害 他们需要三人联手 才能够使用飞雷神 在动画中 水门是头帮助卡卡西 他是怀着 卡卡西多找遗忘心中的伤痛 才把卡卡西 安插到暗部中 但因为带土的死 才让卡卡西的心 陷入黑暗中 这反而撕裂 他的心灵创伤 如今水门非常后悔 三代火影之道 谁都无法治愈心伤 只有时间能冲淡一切 三代给了一个办法 就是把卡卡西命成 九星奈德保镖 远离暗部的任务 观察人类孕育新生命的过程 约洗会引起他的触动 就在某一个网上 名人终于出生了 水门开始准备 回复九尾落花的周音 但后来 被一个猛灭男子的道来打断了 至于那个猛灭男子 就是带土 不过 此时的水门并不知道他是谁 猛灭男子 杀死了附近的暗部 潜入这里 并把名人当作人子 准备 把这里给炸了 最后水门 被逼救下名人 然后传送离开这里 此时的带土 做走了九星奈逃跑 安置好名人后 水门快速的来救九星奈 不过太迟了 带土已经解封了几位 在水门出发去保护寸子前 他先安置好两拇指 在几位发射尾兽炮的时候 水门及时赶回寸子 用时空姐姐 转移几位的尾兽炮后 面具男突然从背后偷袭 水门用飞雷神之术逃脱 随后二人张开对决 水门怀疑 面具男可能是 当初一初代火影 交战的一致播伴 而且是个极其危险的能物 在经过几回合的交手后 水门分析出对手的忍住的落点 并制定出克底之侧 使用飞雷神二端和螺旋端 重创面具男 并解除了面具男对九尾的控制 面具男受伤逃走 虽然九尾不受他人的控制了 但他还是继续的攻击木叶村 就在九尾准备发射尾兽炮的时候 水门召唤哈马文胎 把九尾给压住了 然后水门使用空间忍住 把自己和九尾带领木叶村 同时九星奶和明人待至现场 九星奶用剩下的查卡拉 使出查卡拉链捉住了九尾 以及制造出一道墙 不让九尾逃走 九星奶想和九尾同归一径 把他拖入体内 这样就可延长他下次复活的时间 九星奶剩下的查卡拉 只可以帮到水门到这里而已 当然感谢水门一直以来的照顾 水门听了九星奶最后的告白 他留下了眼泪 最后水门告诉他 没有必要和九尾同归一径 就用剩下的查卡拉 和明人在未来重逢 水门打算 将九星奶剩下的查卡拉 组合在八卦封印中 全部封入明人体内 然后九尾就交给水门 非人助力的水门 能够使用的封印术 只有四规封径 但他只可以封印九尾一半的力量 这果巨大的力量 理路上无法完全封印 而九尾的另一半 就封印在明人身上 水门记得自来也说过 世界将会发生变革 还有随之而来的巨大灾难 就在今天 水门确定了两件事 那个面具男会招来灾祸 第二个能制止这个灾祸的 就是明人 明人是预言之子 水门堵上了明人的未来 他非常深信明人 九星奶强烈反对水门的做法 但水门一以解 他最终还是服从的安排 后来九星奶说 夫妻吵架 我还是第一次输给你呢 水门先用诗鬼封进 封掉了九尾一半查克拉 然后开始用八卦封印 九尾发掘了水门的企图 称九星奶虚落之际 要杀死明人 但被水门与九星奶拼死挡下 九星奶在临终之际 和天下所有爱唠叨的父母一样 而这对孩子的第一次唠叨 对他们而言却成为了最后一次 在对明人留下最后的话以后 水门和九星奶便双双去世 也许生活在幸福而又平凡之中的我们 经常会反感父母的唠叨 可是看到这个 谁还不会为这伟大的父母所感动 在活影忍者中 虽然天才比较多 但是好像天才都原的孤僻症状 而且其中有一个天才 却是全能忍者 他就是四代目波风水门 因为他能学大部分的忍者技能 而且在没有学童家族的情况下 成为活影 能坐上活影只能说 这真的是四年难得的一见的天才 除了幻处 其他人数都难不倒他 完全可以说是全能忍者 看来案本在初期 将他设置最强的忍者之一 这样完美的男人 果然还是不能长期存在于一部动漫里面 否则 他就成主角了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 可以留言在下方 我会去看你们的留言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